第三千九百五十四集 灾难天剑 起 叶晨自然没有应接 无起灾难天剑幻化出道道天灾 与玄机月的神罗天剑碰撞在一起 玄机月一声冷笑 这时他没有后顾之忧 几司卿等人都被分割 他可以尽情向叶晨出手 神罗天剑急速武略 千万道剑光绽放 锋锐的剑光冲上天空 似乎连天穹都被斩碎了 叶晨与玄机月斗剑一阵 便感到对方剑势太过厉害 自己万万无法匹敌 连忙抽身后退 他虽有灾难天剑在手 但发挥不出全部力量 而玄机月却是尽情发挥 他对神罗天剑的领悟 已经到了巅峰 身剑合一 锋芒杀法恐怖到极点 单论剑道 叶晨绝无可能与玄机月争锋 几司卿几林 灭无极夫妇等人 看到叶晨危险 都不禁露出担忧焦急之色 但偏偏这个时候 他们被命运的长河隔绝 根本帮不到叶晨 六道轮回法 叶晨眼见形势危急 生死悬于一发 体内血脉立即燃烧起来 滚滚轮回气息弥漫 背后隐约有一道 六道轮回的圆盘虚影 开始浮现 他深知玄机月的厉害 普通手段已经没用 只能依靠最核心的六道轮回法 放有取胜的机会 你想开启轮回 问过我没有 玄机月脸上浮现出 猙獰凶狠的神色 骤人一个闪身 剑气呼啸 斩向叶晨的脖子 他深知六道轮回法的厉害 乃是三十三天 鸿蒙古法之中 排名第一的存在 如果被叶晨开启出来 胜负很可能会逆转 毕竟轮回的天威 实在太过浩瀚 他也不敢冒险 所以这一下 他是要以神罗天剑的锋芒 压制叶晨 不给叶晨开启轮回的机会 想阻拦我 没那么容易 叶晨哼了一声 体内突然抱出一块古老的石碑 石碑上刻着一个巨大的暗字 而在这个暗字的四周 还有许多细小紧密的字符 都是斜煞五点的字符 这块暗碑融合了斜煞五点的灵气 已经是彻底蜕变 夜晨一释放出来 顿时至暗的气息弥漫诛天 斜天书的气象浮现出来 瞬间演化出了万丈深渊 这深渊绝对黑暗 无比的恐怖 仿佛能将人拖入黑暗虚无之中 涌结沉沦 不好 玄机月神色微变 却感到那至暗深渊 诡异气息阴沉 居然连她神罗天剑的锋芒 都直接吞噬掉 天心幽珠 给我破 危机之中 玄机月祭出一颗珠子 乃是天心幽珠 两大奇珠之中 地心灭珠在夜晨手里 而天心幽珠 已被玄机月炼化吸收 这两大奇珠各有奇妙之处 虽比不上传说中的太上神器 十大天珠 但威力也是相当的凶悍 先机月的天心幽珠 有着天心浩荡 烈日千里的辉煌气象 天心幽珠一出 顿时如太阳般 赤裂爆发起来 向着夜晨的至暗深渊 轰杀出去 光明冲破黑暗 天心幽珠如天空之烈日 已瞬间击溃了夜晨的至暗深渊 那暗杯悲鸣一声 属性被克制 顿回夜晨的体内 但这个时候 夜晨已经成功开启了六道轮回法 背后那轮回之盘的虚影 彻底化作了实质 宛如天地间最无上的法宝一般 轰隆隆地悬浮在天 缓缓转动 仿佛能搅碎世间的一切 周围的风气云层 都是彻底地支离破碎 走了 玄机月看到六道轮回法开启 顿时脸色一沉 只觉大大不妙 这是夜晨最强的底牌 六道轮回拳 夜晨仰天一声咆哮 轮回六道的磅礴气息 全部汇聚到拳头之上 骤然一拳 如玉破天 猛烈无比的轰杀向玄机月 这是夜晨最强一击 自身轮回血脉 在疯狂地燃烧着 周身气血滚滚 目自尽烈 头发激扬 那拳头上六道气象辉煌 璀璨的魔芒 剧烈闪耀 仿佛蕴含着 诸天地狱的神威 简直是不可抵挡 轩机月彻底色变 只觉眼前的空间 千万重爆裂崩塌 完全承受不住夜晨的拳风 他自问 就算能接住夜晨这一拳 并施展反杀 自身五道根基也要被打碎 势必重伤 再也无力对抗几思青等人 最后还是要死 没有再夺取龙元天剑的可能 轮回星宴 给我献祭了 生死之间 玄机月目光决绝 骤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 只见他祭出了轮回星宴的本体 居然当场献祭 这轮回星宴 不知跟随了玄机月多少年了 他是本命核心之物 此刻为了对抗夜晨的六道轮回法 他竟然要献祭 玄机月无比的肉疼 内心都在颤抖 但夜晨的轮回天威实在是太过可怕 他没有把握抵挡 拼着这惨重的损失 也要献祭轮回星宴 反杀夜晨 轮回星宴一献祭 一团幽蓝色能量 汇聚到玄机月的手掌上 玄机月手掌燃起熊熊蓝火 璀璨而炽烈 可怕的温度弥漫而出 周围虚空都被蒸发的痴痴作响 给我破 下一刹 玄机月狠狠一掌杀出 轮回星宴的献祭能量 宛如江河大海 滔滔不绝地倾泻而出 夜晨的六道轮回拳 狠狠与玄机月的手掌对碰 六道的天威 轮回星宴的献祭 顿时猛烈交织在一起 影声声炸起了一股 恐怖的蘑菇云 夜晨只接一股 雄魂炽烈的能量 冲入体内 当场被震的脏腑开裂 张口喷出鲜血 玄机月嘴角也是流淌出了鲜血 脚步仓皇后退 面容一片苍白 显然受伤不清 但是她的情况要比夜晨好很多 夜晨身躯直接跌倒在地 竟连爬都爬不起来 只觉自身生机断裂 生命气息在不断地流逝 哪怕夜晨的恢复能力 极其恐怖也不够资格 玄机月这一掌 蕴含了她毕生的修为 而且还献祭了轮回星宴 实在是太过霸道 夜晨虽开启了六道轮回 但她与玄机月之间境界终究差得太大 她只有还真境一层天 这重疾的碰撞终究是她败了 我要死了吗 夜晨感到自身不断流逝的生机 却觉眼前的世界渐渐黑暗下去 仿佛生命走到尽头 夜晨 几次清灭无极夫妇 几林等人 看到夜晨重伤倒地 皆是尸声惊呼 满脸的恐惧 玄机月发丝披散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轮回之主 终于还是我赢了 她牙银还带着血丝 笑起来甚是凝利凶狠 这次为了对抗夜晨 她甚至牺牲掉轮回星宴 代价实在太大了 但看到夜晨落败 她只觉什么代价都是值得了 你我相争万年 终究还是你败了 你放心 我会吞噬你的契约 独掌轮回命运 威灵天下 玄机月想到未来的雄徒霸业 心情大势激动 连身躯都在微微颤抖 摇晃起来 提着神罗天剑 一步步地走到夜晨的身边喝道 哼 死吧 一剑刺杀下去 便想终结掉夜晨的性命 夜晨在生死关头 轮回血脉剧烈燃烧到了极致 绝境之中 夜晨仿佛听到了 亘古的轮回吟唱 无数轮回锐气 挣腾 冲上天空 渐渐汇聚成了一个辉煌的国度 那辉煌国度之中 宫殿连片 楼宇繁华 生活着无数轮回的信徒 他们供奉着轮回大道 遵守着古老的规则 到处都是繁荣璀璨的景象 有凶猛的轮回天威 浩荡正气 凌驾在天际之上 玄机月一剑刺杀下去 却仿佛遭到什么力量的阻隔 竟然伤害不到夜晨 这 这是 轮回天国 玄机月望向天空 看着那辉煌天国彻底震惊了 那片天国 居然是传说中的轮回天国 轮回天国从六道轮回法里 蜕变出来 在三十三天鸿蒙元术之手 在鸿蒙元术里排名第一 即便是前世的轮回之主 都没有领悟轮回天国 因为这门术法对五道底蕴 气蕴因果等等的要求 实在太高了 就算前世轮回之主 修为强悍 但五道根基积累不够深厚 始终不能领悟轮回天国 而这一世 夜晨的五道底子 只能用逆天两字来形容 他的五道根基 简直是冠绝万古 已经有了执掌轮回天国的资格 这下生死关头 绝对的危机之中 夜晨机缘巧合 终于是领悟了轮回天国 玄契月连连后退 身躯一阵颤抖 传说中的轮回天国 排名第一的鸿蒙元术 威力甚至足以媲美九天神术 是无比厉害的术法 这一刻 轮回天国悬浮在夜晨头顶 赐下了无穷福泽 无穷锐气 滋养着夜晨的筋骨 夜晨的伤势在迅速地复原着 断裂的生机重新弥补回来 外面 几次青 几林等人 看到轮回天国的诞生 也是无比的震惊 心里甚至有沉浮的念头 想跪拜在夜晨脚下 灵力膜拜 供奉万年 几次青脑海之中 更是浮想连篇 想要与夜晨双宿双飞 去轮回天国颠绾倒缝 享受永恒的欢愉 几次青脸颊一红心想 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看来这轮回天国 还有影响精神的效果 他猜得没错 这轮回天国无比强大 执掌轮回天国后 任何女人见到夜晨 都会想臣服跪拜 都想永远地和夜晨在一起 献身供奉